整个地球都会成为亚特兰蒂斯 一次催眠朋友时 我让他放松 他最开始看到的场景 亚当和夏娃赤身裸体 身上有叶子的照护 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 树叶缠绕 整个世界是绿色的 阳光透过树叶照射在他们身上 他们浮现出非常幸福的笑容 还有一个小天使在旁边飞舞 在这里 我们只节选和地球提升有关的片段 我问 地球上的文明有过很多次 这个伊甸园是哪一次文明的开始呢 答 伊甸园 亚当和夏娃是第三次亚特兰蒂斯实验 在地球的开始 我问 那么第一次和第二次实验是什么时候 答 第一次和第二次亚特兰蒂斯文明并不在地球 而是在猎户座的其他相关星座 地球是第三次亚特兰蒂斯文明实验场所 问 是谁在做亚特兰蒂斯系列的实验 答 大天使家族有参与其中 梅塔特兰蒂斯 六亿天使 都是他们带来中央大日的金色粒子 创造亚特兰蒂斯文明 他们是所有的协作 所有显化的开端 问 做亚特兰蒂斯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答 让在较低频率的第三密度身体中的人 能够保持两种联系 第一 保持与第三密度的物理性联系 同时与高频进行连接 这是一次 跨频率灵魂的实验 这将加速灵魂的觉醒与提升 这是非常有益的灵魂测试 也可以理解成为演化的过程 这是被验证的有效的灵魂延伸过程 所以它会进行第二次第三次 问 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呢 答 所有灵魂体验提升过程非常迅速 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灵魂愿意通过在地球转世 其实所说的是亚特兰蒂斯特有频率下的转世方式 也是为地球所创造的共同的修炼场所 问 第一次和第二次实验是为了最终应用到地球上吗 答 第一和第二次实验有它们的结果 一些灵魂可以成功地进入其他的更高密度 而同时亚特兰蒂斯也受到过一些侵扰和毁灭 但这正是代表了它的有效性 才会被其他的力量所进行控制 但这个实验非常成功 需要继续进行下去 也需要在地球上恢复 问 那亚特兰蒂斯这个实验结束了吗 答 第三次的亚特兰蒂斯实验被结束 是由于负面势力将整个地球打入低频 但它其中所保存的巨大智慧已经凝结 保存在水晶和高频之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取得了一定成果 而我们这一次希望将整个地球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频率 而不仅局限于亚特兰蒂斯这个王国 它是一次全新的 完整性的地球灵性提升实验 问 也就是说 虽然第三次的亚特兰蒂斯实验在地球上 因为负面的入侵被终止 被毁灭 但它的智慧成果和经验 仍然是被保存下来的事吗 答 没有错 没有任何的结果会被忘记 所以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这一次我们将进入整个地球的提升 它无法被传统的那种方式所摧毁 地球所具有的完全能量将获得全面的提升 也就是不限于某个地点称作亚特兰蒂斯 整个地球将成为亚特兰蒂斯 问 简而言之 这个实验就是在人类的肉体当中 活出与神性的连接 活出神的本质是这个意思吗 答 那是第一二三次实验连接中所使用的概念 它强调肉体与神性同在 而这一次 我们希望它能直接进入高屏 而不依赖于肉体 所以这一次是完全的提升与飞跃 问 三波志愿者与新地球这本书中谈到 当我们进入第五次元 我们的肉体会改变 但我并不能完全理解 新的身体和旧的身体的关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跟我详细说一下吗 我们是否能带着自己的身体 进入第五密度 答 并不会以现在的身体 进入第五密度 现在的身体基础是碳 而更高密度的身体是晶体化 所以在晶体化中 你并不会看到肉体 能以一定的实体存在 但并非是现在 你所能理解的肉体 现在的方式 并不是适应新的地球的方式 问 我们进入第五密度的时候 必须抛下这具旧的肉体吗 答 是的 并没有必要带着它前行 意识上的分离 就已经创立出新的地球 肉体上的死亡 是一个线性的概念 在你死亡之前 你新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你的意识 已经创造出全新的 地球匹配的频率 扬升的频率 只是你同时活在 新旧地球之中 而完成扬升 你的意识将脱离 旧地球的身体的连接 所以创造是同时的 死亡只是一个线性的概念 问 新地球已经形成了吗 在此时此刻 答 正在形成过程中 问 那是不是现在有些人的意识 已经在那边了 答 是的 它们达到了 已经能够连接 但是并不能与现在的地球 和你的第三密度实体 完全分离 它们并没有成为大师 并非如在非常高密度的实体中 如观音和扬升大师一般 它们还在等待那个扬升的集体时刻 问 比如一个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一个第三密度的人类 也许他的意识 已经在那个新的地球上进行创造了是吗 答 是的 以同时在多维度进行创造 这是毋庸置疑的 问 当那个新地球彻底的准备好了以后 我们全部的意识都会转移到 那个新地球的新的身体上去 这个旧的肉体就被我们放弃的 是这样吗 答 并非放弃 是直接切断与旧地球之间的联系 你将完全感觉活在新的地球 这是非常自然的过程 并不用经历 我知道你提这个问题 是担心人们会经历死亡的痛苦 并非如此 问 刚才对伊甸园和亚当夏娃的回溯 被我打断了 现在可以继续 答 并不需要就此场景深入下去 问 那回溯伊甸园的场景 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答 人类自然与整个星球相结合 非常非常的和谐 生存状态 是这个个案内心所渴望的 也是他所希望创造的那个状态 问 亚当和夏娃 这两个最初的人类 是谁创造的 答 亚当和夏娃 并非是最初的两个人类 那只是一个和谐相处的概念 所以 所有的物种 是被带到这个星球 它们并非只有两个源头 问 其实 那时是创造了一批人 而在我们的传说中 我们把它们概括为亚当和夏娃两个人是吗 答 正确 这是人类阴性和阳性的一个概念性集合 问 我能问 第一次创造了多少人吗 答 无法计数 问 是哪一个文明来创造了这第一批人 答 猎户 卯秀星 这是最初一批 之后 天晴 天狼 无数多的星球 都同时到来 其实 时间的概念对你来说并不重要 只需要知道 它们同时在帮助这个星球 问 那么多的种族 当时参与进来创造人类 并且提供它们的基因 都是怀着 纯粹的爱和帮助的意愿吗 答 大天使 以及星际议会 在决定地球命运的时刻 所决定的 其实的状态是完全无条件的爱 但是 这个星球 也有负面势力的侵入 这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这个星球 可以通过 对那些势力的一些抗争 才能完成自己的升华 如果仅有正面势力本身 是没有办法帮助进行升华的 问 那是否说明 当在创造我们这个肉体的时候 负面势力已经介入了 答 是的 问 那么这个也是被 星际议会所允许的吗 答 星际议会只决定正面的方向 因为也有负面的决定议程 参与整个过程 你只需要专注正面的过程 所讨论的结果即可 因为这个地球被多种势力进行决策 它们都能进行自由法则的介入 最大的是宇宙的法则 是保护整个生灵 但是由于负面势力 做得过于过分 所以正面势力需要进行强烈的介入 这是所有力量的权衡结果 问 从一个比较高的频率来看 有负面势力的介入 也是我们人类灵魂提升的一个磨刀石 或者说是一个历练的过程吗 我们借由跟这些势力的斗智斗勇 我们才能够升华 提升 是这样吗 答 是的 这是一个正确的角度 但是并没有必须故意的引入负面势力 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 你们应当以正确的方式看待 问 也就是说 负面势力进入地球并不是被安排的 但是当它们进入地球的时候 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拳击手 有了一个磨练自己技术的对手 是吗 答 非常正确 这个态度是正确的 后继 其实 在2017年6月6日发布的催眠案例中 潜意识已经告知 地球不是宇宙的一粒尘埃 当它进入第五密度 是我们宇宙的能量之源 会向四周散发着它的光辉 能量 会疗愈整个宇宙 并且会一直到达第七密度 地球太重要了 多罗利斯老师在《三波志愿者与新地球》的结尾 这样写道 这是你们星球上一个伟大的时刻 你们要从一个认为自己是孤单的梦境中醒来 你们就是一切万有 你们和地球都正在进化 而且现在整个宇宙都定睛聚焦在地球上 有许多的灵魂想来这里经历这重要的一刻 哪怕只是一个孩子的生命长度 甚至几个小时 他们都将佩戴那个来过这里的徽章 就是为了要参与地球上的这种进化 没有任何星球曾经以这样独特的方式进化过 多重宇宙都会知道你曾经在这个星球 你可以说 当地球进化的时候 我就在那儿 消失去绷路 成为一个行李敖 有很多幅度 你需求司才可以 消失去体制